当地时间1月13号凌晨 斯德哥尔摩北岛的奥斯特马尔姆居民区发生了强烈爆炸 住宅楼玻璃墙体被震碎 肉口大门和多辆汽车遭破坏 约30人被疏散 2019年底中国领事服务网就发布消息称 瑞典治安形势恶化 瑞典警方表示 2019年上半年接报案75.7万起 发生各类爆炸案件108起 截至10月底发生枪击案268起 造成33人死亡 全国多地被警方确定为危险区域 中国公民在瑞典遭受财务被盗 被抢等案件多发 破案率较低 半年发生爆炸108起 消息一出让人感到惊讶 在大多数人印象里 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风景优美 环境优秀 还是高福利社会 照理说应该是一派田园木戈 岁月静好的景象 瑞典到底发生了什么 瑞典司法部不久前刚刚爆出丑闻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2019年12月16号 瑞典林雪平大学发布研究报告 揭露本国司法部 此前公布的声称犯罪率不断下降的报告 存在严重作假 为维护低犯罪率的形象 避免政府形象受损 瑞典司法部下属机构 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 以统计方式缺陷名义 向统计机构施压 使后者在涉及种族及移民等 政治敏感话题的数据上造假 隐瞒篡改或故意省略难看的犯罪数据 近些年 瑞典政府已在淡化移民与犯罪之间的关联 自2015年起 警方不再公布犯罪嫌疑人的足异信息 事实上 自2014年以来 瑞典致命暴力活动积增 其中移民犯罪占据绝大多数 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原始数据显示 2015年 瑞典接收16万名难民和移民 此后 该国性暴力 攻击 威胁和抢劫犯罪急确上升 人均发案率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 仅从2015年10月开始的4个月内 瑞典共发生以难民为犯罪者的暴力袭击559起 攻击194起 强奸案4起和恐怖袭击案2起 各类犯罪共计5000多起 由于大多数案件都发生在难民聚居区 或者收容中心这种相对封闭的地方 所以 要瑞典警方对这些案件闭口不谈 进而封锁消息难度不算很大 恶劣的是 瑞典司法部随后迅速对该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施加压力 指令他们封口 同时 拖延报告了发布时间 并将其发布在该委员会网站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另外 这几年来 好多人搬出这个数据 在难民潮出现的前4个月里 瑞典警察到难民营出警5000多次 只占其出警总数量的1% 比瑞典公民造成的出警率低 企图以此拉开犯罪恶行与难民之间的联系 以便继续保持政治正确 其实 这是对统计数字的滥用 单纯统计次数无法反映出真实情况 道理很简单 首先 瑞典公民之间出警纠纷 选择报警的比例 自然会比存在语言障碍 沟通困难的难民要高得多 这是一个常识 其次 我们不能忽视出警的事件本身性质 假设一下 如果这边出警5万次 其中严重暴力犯罪只有1% 其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纠纷 另一边出警只有5000次 可是其中严重暴力犯罪就有1000起 哪个问题更严重 一目了然 进一步说 就像上面提到过的 瑞典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造假数据的可能性不小 这个统计数字若还是被做了手脚的 答案就更明确了吧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 瑞典人对难民更为友好 从1965年起 瑞典政府就开始实行开放的移民政策 接收大量犹太人 东欧人 以及波斯尼亚人 一直以来 瑞典人也以国家强有力的人权事业保障而自豪 事情在此番难民危机之后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接收难民时 瑞典的态度可不仅仅是愿意接纳 而是真心实意在欢迎 要知道 当时欧盟国家里 只有瑞典会给予难民永久居留权 此外 由于有关部门对难民审查门槛非常低 大量具有成人体貌的难民自称未成年 随后进入瑞典 这些未成年人即便犯罪 也很少受到刑事指控 为了宣扬种族平等 瑞典著名的种族平等活动家 爱玲克兰茨 生前甚至还曾专门在网上 公布了自己与一位非洲裔男性的性爱视频 然而当总人口约947万的瑞典张开怀抱 接纳了超过16万难民之后 其社会制度遭到冲击就一再所难免 一直为移民争取平等权利而奔走的克兰茨 后被一个男性移民奸杀 2017年 瑞典通报的强奸案数量增加10% 达每10万人73起 在过去10年基础上增长了24% 2018年8月瑞典国家电视台SVT报道 过去5年里 58%的涉嫌强奸及被定罪的嫌疑人均为外来移民 英国脱欧党创始人奈希尔法拉奇 将瑞典形容成欧洲强奸之都 不管瑞典人多么博爱 也不管政客们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 如何打掉牙齿或血吞 尝到苦果的瑞典政府不得不行动起来了 2015年年底 涌入国内的难民达到了一个高峰 瑞典政府紧急宣布 自己的接纳能力已经饱和 开始限制入境难民 并且专门取消了未成年人难民的永久居留可能性 往后瑞典政府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出台一批政策 一边收紧对难民入境的控制 和已经入境难民享受的福利条件 另一边努力推行让难民融入当地 同时不断呼吁欧盟重新统一调配难民负担 当时内政大臣安德斯还曾经放话 说可能要把涌入的难民驱逐出去将近一半 应该说瑞典政府的这些努力还是有效果的 这一番折腾之后 2016年难民入境数目 从16万跌落到2.9万 之后逐年跌落 首先 接纳难民所耗费的财力来自国家税收 需量力而行 不能仅凭着一腔热情 瑞典对待难民不可谓不尽心 全国各地设立的难民中心建设标准 比中国国内经济型宾馆还高 这里举一个瑞典难民中心的例子 大家感受一下 不光是眼下已经身在瑞典的难民 目前还有几百万难民滞留在土耳其 大多计划以此地为跳板进入欧洲 按照现在欧盟各国的接纳能力 试想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其次被接纳了的难民何去何从 仅仅是建设舒适的场所 让难民们感到宾置如归是不够的 如果能够很快安排他们返乡恢复正常生活 当然是好事 要是做不到 就必须要考虑如何让他们有效地融入到当地社会 成为有效的社会生产力 然而 这偏偏又是一个需要花大钱和费时间的事情 为推动难民融入社会 最近瑞典政府想出来一个新招数 难民与老人共处 具体来说 考虑到老龄化问题 政府打算将难民公寓和养老公寓搞在一起 通过设置大量可以用与双方交流的公共设施 增进接触机会 按照设想 如此一来 一方面解决了老人需要陪伴的问题 另一方面 让难民能有个接触语言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机会 只是让文化背景差异如此巨大 体力相差悬殊的两方忽然进去离接触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当下还无法想象 其实瑞典政府也是无奈之举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否则欧盟为什么死活都要给土耳其的加盟设置那么多障碍呢 再看看 在前阵欧洲恐怖浪潮中 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的二代三代移民中产生了多少本土恐怖分子 叙利亚的ISIS武装中有多少拿着欧洲和北美国家护照的恐怖分子 正常经济秩序之下的合法移民 经过三代之后尚且造成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想通过短短几年的语言和技能培训 就让来自意志甚至敌对世界的移民成为西方世界的守法公民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天真 与此同步 在难民和社会治安问题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瑞典社会正在向右转 早在2006年 瑞典左翼的社民党一党独大 长期执政的局面就被打破 此后以社民党为主的执政联盟虽然保住了执政地位 然而在2018年的大选中 这些左翼政党都遭遇了重挫 右翼的民主党势力大涨 经过半年多议会中的较量 仰仗几个中间派小党的妥协 社民党总算是保住了一个少数派政府的执政地位 未来 如果瑞典的社会治安问题继续恶化下去 社民党外无疑问的还是要成为背锅侠 到那时 脆弱的少数派政府能否顶住一轮议会的不信任投票 就成了大问题 瑞典老百姓是不是真的欢迎难民 网上有个街头访问的视频 受访者人人都赞成收留更多的难民 但一谈及找个难民 让他们立即带回家 每个人都在顾左右而言他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 好事可不是谁都有本事做的 说到底 人道主义精神很好 但不光要量力而行 更要认真考虑一下 怎么从根本解决问题 瑞典今天的窘况 不过是欧盟尴尬处境的一个集中写照 难民潮爆发以来 欧洲各国的社会治安 就成了一个突出又紧要的难题 德国科文车站传出难民对女性大规模的性侵事件 已然令人发指 其他被欧洲主流媒体报道的难民受容中心工作人员 遭遇性侵甚至杀害的案子也绝非一切良极 究其原因 霍根在欧洲国家自己 在叙利亚问题上 欧盟国家拿着人道主义大旗 占据道德制高点 把它当作傲慢的资本 对别国内政横加干涉 造成内战持续数年 迫使大量难民背井离乡 矛盾是自己造成的 怪不得别人 感谢观看